陳柏惟是這樣一個素質的人 對 真的是 他今天還有一個新聞出來 他之前有人 有一個粉專罵他文盲草包 然後結果他跑去告人家 結果現在被法院認證 他就文盲草包 他輸了 就這樣 所以一個被法院認證 文盲草包的人 還要讓他繼續當立委嗎 你看他為什麼現在 明明他知道邱國正是他們 民進黨執政黨自己的官員 他為什麼要去跟他 當這些東西 理由很簡單 因為這個草包 唯一會的就是意識形態 這個草包唯一會的就是 煽動意識形態的對立 所以即使是 執政黨自己的官員 所以他認為講這些543的 對他的罷免會起一些作用 對 他認為這些 他這種動作會讓他支持者回來 我老實講 如果台灣真的有這麼多人 支持這種草包 我也沒話講 這就是台灣人民自己的選擇 對不對 因為草包到家了一個人 你還要去扯 而且這個人是 我老實講 他自己都要講 他要強調的是母慾 請問一下你媽哪裡人 陳柏惟你媽哪裡人 你媽是台灣人嗎 你媽不是上海人嗎 你的母語是台灣話嗎 不要每天到那邊胡扯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人擺明就是要故意挑撥 種族之間的仇恨 故意要挑撥意識形態的對立 這種立委 老實講如果都BUFF掉的話 國民黨還有什麼資格 撐在野第一大膽 國民黨還有什麼戰鬥力 所以我覺得10月23號這一戰 非常非常的關鍵 朱立委員真的要好好加油 所以漢婷 其實陳柏惟他時不時的都有 尤其最近立法院開議 他時不時的都有這種 荒腔走板的問政表現 很多人就說 一看到他這種問政表現 就知道他肯定會被罷免掉了 但我是覺得每一次 陳柏惟上場的時候 他的質詢時間 我都覺得有點像在 是立院的綜藝節目 或是團康時間 當然大家覺得很好笑笑一笑 可是笑一笑的背後 其實就像剛剛兵哥講的 對我來說 這何嘗不是台灣人的悲哀 我們就把他當成是 最後一場秀 就是他能秀的機會也不太多了 但可憐的是 我們花納稅錢 本來以為希望能夠養個明代 結果沒想到養了一個喜劇人 天天上演喜劇節目給大家看 我希望陳柏惟他最近 他也在跑很多的行程 他要在地方上告訴大家說 我是值得留下來的 我希望他在跑行程的時候 他千萬不要跑得太快 因為怕他腦子裡的草會掉出來 怎麼說他的這一番質詢 他非常強調說 媽媽講的語言就叫做母語 母語就叫做國語 但如同寒冰哥講的 等一下 而且補充 他說如果阿公阿嬤聽不懂華語 看不懂字要怎麼做全民國法 要怎麼知道台灣目前的外交關係 所以我必須要很認真來 我認真和嚴肅回答一下 如果在台灣還有文盲存在的話 他本來就不會 也不應該被納入到 所謂全民國防的這個全民裡面 因為他是屬於叫做 被引導跟被帶領的對象 一旦戰爭來臨的時候 他是備受保護的對象 他不是屬於要積極主動要去參戰 或者是要去捍衛的這種對象 所以他連全民國防的概念 可能都搞不懂 好 那麼再來 我們回到他剛剛所說的 就如同寒冰哥所講的 你媽哪裡人 這話聽起來有點像在罵髒話 但不是 你媽是誰 你媽哪裡人 你媽祖上哪裡人 就你媽媽是蘇航人 你的外公是上海的大地主 這些事情就是你自己講的 所以你根本是什麼 你根本是一個資三代 你外公是大地主 就是當時大家要打倒這種 所謂的走資派 你是有錢人 然後現在這邊裝本土人 很莫名其妙 好 第二個 所以理論上 你真正的母語 不是應該是上海話嗎 我要在聊天室 很多人都在講 阿拉桑海人 你應該要講的是上海話 或者所謂的蘇航方言才對 這也提醒到了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用所謂的 普通話中文國語 來跟大家溝通 因為各地的方言太多了 你講閩南語 你講客家 有人講原住民族語 有人講各地的方言 大家還怎麼溝通 所以才需要有所謂的官方語言 好 那麼他連 所以他的母語 明明就不是閩南語 但是他偏偏要把閩南語 當成自己的母語 他為了什麼 他是為了捍衛母語嗎 不是 他是為了政治 他是為了選票 這不就是標準的叫做 望主背中 你為了要迎合台灣人的選票 你編了一個 明明不是你的母語 來當成你的母語 你的母語是上海話 你對得起上海人嗎 你對得起你外公嗎 這才是要去思考的問題 你為了迎合選票 你連你真正的母語 都不願意講 而且你不承認他是母語 你真是最践踏母語的人 第二個層面 我們嘲笑完了 他的這些胡說八道之外 他的這個質詢 全程大約也有快10分鐘 我也很認真地把它看完了 就發現他的這個質詢真的是 水準低落 一塌糊塗 不學無術 比記者還不如 還有押韻 怎麼說 他其實從頭到尾 就問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他說美國有沒有邀請台灣 參加環太平洋軍演 國防部長說 沒有看到正式公文 他的第二個問題 很多的軍艦 軍機繞繞繞 為什麼國防部長 為什麼國防部都沒有公告 國防部說 我當然就不用隨時都公佈 我有掌握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 AUKUS就是美印澳的組織 有沒有邀請台灣參加 或有沒有邀請台灣相關活動 國防部長說沒有 結束了 就除了他的這些吵架之外 他的10分鐘 就問了這三個問題 然後這三個問題 我聽完說 你沒有深入的追問 你也沒有持續的建議 你不是發現了什麼避害 你也不是給予具體的建議 或者你也不是要求說 未來要如何去做 就算按照獨派的觀點 你有沒有什麼說 未來我們如何參加 或者未來應該怎麼樣 或怎麼樣可以更好 都沒有 你只是在單純的叫做 提問而已 這就跟小學生提問 請問一下我們有參加嗎 請問一下有我們的份嗎 國防部長跟你說沒有 那個質詢就結束了 對 連追問都沒有 這算什麼質詢 而且都問的是非常離譜跟誇張的 就是他問說阿爾庫斯美印澳的 所謂的三方新的同盟機制 有沒有台灣 那當然就沒有 就沒有 很多寫就告訴你了 那就要告訴你了 這有什麼好問的 就跟你問說 請問一下那個隔壁家 有沒有我家人 就跟沒有那是隔壁家人 這種問題 你還要端到質詢台上來問 理論上 這不是看新聞就會有的答案了嗎 再不記的話 你把你的那個府 你把那個國會聯絡人 請過來簡單諮詢一下 好不好 簡單請來救救一下 也可以得到基本的答案 而且問的問題是極度沒sense 就問說 為什麼有軍艦來 你不公布 有什麼好問的 第一個 如果真的不公布的話 肯定他的原因 比如說是屬於機密 對吧 既然是機密 你就不應該問 第二個 你如果真的要知道這些狀況的話 你就不應該在質詢台上的時候問 你就事前私下 跟國防部的官員直接請示 或者透過所知 或者當面拜訪 各式各樣的方式 都可以讓你了解到 這個議題的相關進展 以及實際上的狀況 而不是像你這樣 似乎全然沒有準備 就端到質詢台 是這個樣子嗎 台灣有沒有呢 完全就像是一個小學生一樣 所以這種不學無術 質詢素質低落的草包 歡迎台中的朋友 不要忘了10月23日 我們共同下架這個 獨派草包立委 所以這個3Q總部也指控說 陳柏惟以擋疫苗 他竟然曾經說 不知道什麼國際認證 因為這個是在刊版 就是3Q總部在台中各地 豎起了這樣的一個刊版 指控說你陳柏惟 根本就是在反對採購疫苗 不過來看立法院副院長蔡奇昌 他就說抹黑 抹黑陳柏惟 他說陳柏惟怎麼會阻擋疫苗 他非常支持疫苗 可是羅志強 就帶我們看到之前的影片 陳柏惟清清楚楚的曾經說過 陳柏惟不知道國際認證 他說國際是什麼 羅志強當然很酸 就說很好 10月23號下架他 讓他回家好好去試制吧 陳柏惟怎麼 所以法院為什麼會判說 講他文盲草包得很無罪 對 這是有到你以為法官亂判的 他真的是文盲 所以剛剛 所以剛剛你突然說 他怎麼會去問 那麼奇怪的問題 你明明看報紙 就知道是你問的幹嘛 對啊 表示我跟你講 你也真的要同監料 他可能看不懂報紙 所以他只好問 所以沒辦法 我們這種 這種願意多問的人 我們大概也是要 能夠教他盡量教他 可是我是覺得 去做這種狡辯 是毫無意義的東西 立法院的紀錄裡頭都有 當初要擋住疫苗的 投票的 反對進疫苗的是誰 就陳柏惟 你去立法院看 醫師紀錄裡頭都有 你們民進黨一大堆 人都列明在上面 這有什麼好講的 蔡理尚 你怎麼好意思講 說真的抹黑 你立法院副院長 公然在那邊鬼扯 歪曲事實 就是你蔡醫生這種人 不就是嗎 你現在去幫他辯解 這個有什麼因應 他非常支持疫苗 不像支持高端疫苗 好像也不是 陳柏惟打的是高端嗎 我不曉得 不曉得 不過他打什麼 也沒人在乎就是了 問題是 我覺得既然你陳柏惟 你有膽這樣做 比如說當初他支持萊豬 在那邊把萊豬講得天花亂醉 結果這些罷免他的團體說 因為陳柏惟支持萊豬 所以我們要罷免他 結果你知道他講什麼 你這個事情怎麼能怪我 我又不是最支持的那個 對 他說我不是排那麼前面 對 我不是排前面那個 這什麼話 這什麼話 男子安大丈夫出來 你既然做了 敢做就敢當 你支持萊豬 你就講你支持萊豬的理由 結果你不是講理由 你是講說 我又不是最前面那個 我又不是最支持那個 你到底在說什麼 老實講這種鬧種 基本上就該罷免了 而且這種敢做不敢當的人 基本上他不罷免要幹什麼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就會更強大